大家好 我们今天聊聊 六月初菜里面抓虫子 以及春菠生的一些正确处理方法 黄瓜甲虫 是我们小菜里面威胁最大的害虫 它可以使得黄瓜和南瓜的整株菜苗都死亡 还能使丝瓜、护瓜、冬瓜、西葫芦瓜等产量急剧下降 在107集、165集里面 我们专门与大家交流了 我们菜里面与黄瓜甲虫战斗的一些简单过程 欢迎大家去看一看 在加东地区的话 黄瓜甲虫的第一次繁殖时间是五月底到六月初 因此六月初这个虫子素人并不多 但是抓虫子的话 那个效果非常好 这是我们菜园 今年6月9号黄瓜菜苗的情况 已经开始开花结果了 长势还比较健康 黄瓜甲虫主要是靠菜里面的土壤 或者菜里面外面的野草地过冬 在我们这里五月底会开始第一次大规模繁殖 我们今年继续把所有的黄瓜菜苗放到盆核里面 有两大好处 第一个是盆核里面的新鲜土壤相当于是最清洁的 再一个就是盆核可以放到这个最远离这个菜园外面的野草地 这是6月3号黄瓜的花楼上面发现的两个黄瓜甲虫全部抓住了 西胡萝卜瓜上面的甲虫也全部抓住了 6月7号之前菜里面每天大概可以抓到10个左右的黄瓜甲虫 但是6月7号以后菜里面每天能够看到的这个甲虫数量急剧下降 一般最多每天能够打到一到两个 这是因为我们这个所有的盆核黄瓜苗的位置放到菜里面的这里一段 而且这个里面这个四个菜地里种的菜都不是黄瓜甲虫所攻击的 我们这个打开这个门呢 你们这个第一道这个柵核门以后 这个再走 然后呢 第二道这个柵核门外面就野草地了 第二道柵核这个金属网的这个孔啊比较大 这个黄瓜甲虫来是很容易从这个外面的野草地来飞进来的 今年呢我们在这个野草地靠近第二道这个柵栏的这个旁边附近呢 我们大概是三五层左右平凡使用这个7%的这个高纯度的这个白醋 7%的这个白醋啊 它可以从这种杂草啊 很多这种昆虫当中就死亡 而且它空中散发的这种气味非常刺激 可以在空中呢保持一段时间 这样的话呢很多这个野外这个黄瓜甲虫啊 就估计就会尽而远之不会往里面飞了 我们前面不少事情里面也提到过啊 我们今年菜园图案的春根销的工作呢 做得很认真的非常的彻底 所以五月底六月初从外面野地里飞过来的黄瓜甲虫 我们是来一个就杀一个来一队就杀一双 所以说基本上让他们全金覆没 去年六月底的时候呢 每天我们要抓一百多个黄瓜甲虫啊 今年我们顺目以待 到六月底的时候我们大家交流啊 看看我们能不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啊 中国省在加东地区的话 一般是六月底到七月初就全部采收完了 但是六月初的时候呢 它枝叶长得很新鲜茂盛的 这个时候六月初啊 最好是把底部的枝叶把它采收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底部的枝叶啊会最容易首先这个变黄变老啊 而且并变 所以说现在不采收的话就可惜了 这么做的好处呢 第一个是不浪费啊 可以吃到这个鲜盾的这个莴笋叶子 第二个呢 使这个莴笋这个苗啊 更加通风透气的 避免并变 让这个肉茎呢 长得更健康 然后呢 即使在这个根部附近呢 使用这个纯有机堆肥土啊 给它培土 帮助这个莴笋这个肉茎呢 帮它枝叶长得更高大 更茂盛了 六月初呢 最好再追加一次这个 蛋铃甲含量比较均衡 温元素比较丰富的有机肥呢 效果肺更好 接下来 一旦发现这个顶部啊 大量出现这种开花抽台现象的话 最好呢 马上把所有的这个肉茎呢 就采收完 这样的话呢 防止肉茎呢 空心化和老化 那就不好吃了 我们发现这个真品的莴笋种子啊 都是第一代杂交品种啊 现在这一流种的话 意义并不大了 这是我们的观点 采收这个底部的这个健康的莴笋叶子 照样味道鲜美啊 非常好吃 当然了 因为它是有机产品嘛 所以六月初 现在就把这个下面的莴笋子叶把它吃掉 是最不浪费 最正确的决策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多订阅点赞 咱们下一集继续聊